Hello 大家好 我是莎姐 現在下午4點半就已經完成煤氣的東西了 有時候都在想他們有沒有約了 一個打電話來說三四個字後到 整整一下就另一個打電話來說三四個字後到 終於完成了 他說我的煤氣喉已經生瘦了 要換的 不用收錢再約我 換了去才過新年 所以又多了一筆工作 但也好的 安全一點 雖然現在是沒問題 但你反正都做下去一次過就搞定 否則等一會又要 真的有什麼事又是麻煩的 看到一個新聞 就是政府 政府 即是房署 考慮 海外的物業或內地的物業 都規納 都要申報 即是將會有機會推出 如果你在海外或內地有物業 他現在想通過一個 你也是要申報的 傻姐就會這樣看的 其實這個傻姐一直都說的 真的要看的 其實一直都支持的 你要想一下 其實說白一點 有很多人住公屋 但在內地有樓的 有存款的 也可能在內地 會有收租的情況出現 其實他是不是真的需要公屋呢 真的要看清楚 但我亦都會覺得 房署做這一筆的時候 當然 不會好像說 垃圾徵費那麼大聲音 因為大家都想 那些人 推出公屋 他說你需要不需要 總之我現在就想要便宜屋住 所以很多人都會贊成 所以這一筆 就不會有人敢動的 不會有人說反對聲音 因為肯定贊成的聲音 就會比反對 反對那些哪些人 在內地有樓 在海外有樓 但又住在公屋那些 但如果你說 不是 想住平樓 想住公屋的人 他一定贊成的 所以這個應該九成九都通過 當然 更加嚴苛的 內地的資產 包括銀行有多少錢 都納入了 會是更加好的 暫時未必能夠 那麼容易去做到的 因為到時又會有班人 如果想做事 就會說 嘩 私隱問題 你知道 我很多時候都會拿這些 那我入面什麼 你便親放私隱 你便可以給內地的 所有東西 給內地公關檢查我的東西 一定有這些 死人的聲音 大家不用擔心 一定有的 所以可能他們現在的商議 就是 以樓宇為主 因為樓宇 你一買一買 其實在哪裏都查到的 變成沒有那麼大的 叫做 聲音 我自己覺得 但是如果在這些樓宇裏 我們亦都可以再分 因為你要知道 我們的高官從來想事 都是想一半的 就不會想實則可行 或者能不能夠 讓大家去信服 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說 因為上次那宗謀殺案 原來那個人住公屋 但是又有幾千萬的樓 過千萬的樓 在外面 我覺得這個是房儲失職的 有什麼可以 雖然你說網絡不通 但如果你有想檢查的話 其實是檢查到的 你買樓要印花稅的 你要申報誰買的 那你為什麼會檢查不到呢 我又覺得很神奇 只是他們不肯做 不肯把那些系統混合在一起 所以我自己覺得 如果 在香港一定不行 如果在內地 我是不是有過千萬的樓 跟他有一個 真是二、三十萬的茅屋 有一樣價呢 那我又覺得不應該 我覺得好一點 其實現在公屋所謂的門檻 或者退休人士那些 拿的福利 其實都嚴苛的 公屋就比較寬鬆 你資產要多少就可以 這個寬鬆 有時候會覺得 拿的老人福利 就是長者 生活津貼 是給公屋 保留一間公屋 是嚴苛的 我不明白為什麼 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覺得 你層樓在五十萬樓下的 即不包括香港 海外或國內 你在五十萬樓下的 我覺得可以 申報了就算了 申報了就算了 但如果你五十萬至一百萬的 那你是必須當公屋庫 這樣交 可能交三倍 或者市值租金 那如果你一百萬樓上的 那可能 你就真的要完完全全 納入資產了 因為其實 為什麼 薩仔要這樣商標呢 其實不是商標 是問題 你在上面有樓 你在香港工作 你是很難的 你明白嗎 你是很難 說是怎樣的 因為你上面有樓 你可能是父母 買下來的 跟你的現金樓 是有少少差距的 我在香港賺一萬多元 或者一萬元左右 但是我上面是有樓 但是那個是可能 早中樓下來的 是平房仔 你賣出去也不值錢的 你是賣地才有錢 但是你賣出去 你本身不值錢的 那我又覺得 可以這樣的 五十萬樓下的 就當你以後 讓你自己退休了 就算你能夠賣得出 你都不是多錢 那五十萬樓上的 就開始計算了 你是不是公屋付戶 如果你有一個樓在上面 五十至一百萬的 你算是公屋付戶 那你可能要交兩倍至三倍租金 那如果你一百萬樓上的 你就照計算 那就可以計算個折頭 那你算是公屋的 即是可能你內地樓一百萬 那可能計算過七折 這樣 來計算你的資產 那如果你在海外 加拿大 英國 美國有房屋的 那我覺得 你一定要走 那你那邊的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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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百幾二百萬的了 港幣 便宜也都二百萬 那你一早就過了公屋門檻 那你應該走了 你難聽些說的 你馬上賣了一屋樓 你都有一塊錢 是可以救你 你賣了一屋樓 那你就有二百萬了 那你已經過了公屋門檻 但如果你在內地有一屋樓 六七十萬 你賣了的 都可能只有六七十萬 那也都未必真的完全全過的 那看看你其他有什麼 有什麼叫做配套 例如你有殘疾 例如你要養小孩子 又例如你一家五六七八口 那我覺得這個是要再分別的 那所以要看 那也有一件事是要避免的 例如你這個法例實施 那我立即賣了一屋樓 然後把錢轉到內地戶口 那又行不行呢 這個我覺得政府要看清看錯 即是說如果你的法例是一禮一號實施 可能你半年之前擁有的物業 你都需要計算到資產那裏 如果不是你一如一號實施 那我立即賣一屋樓 便宜一點 總之我圍到一個本 我就賣了它 拿了一些現金 那你現金你可能內地戶口不檢查 那我就可以走這個法律 那我覺得房署是要考慮這一步的 那就避免那些人 那立即賣了一屋樓 或者將一屋樓過了人命 然後就在這裏收租 然後就繼續在這裏押住公屋 我覺得這些是需要想得清清楚楚 所以應該是你想實施之後的三個月之前 你都是擁有這間屋的時候 你是需要申報 不是說我實施之後都需要申報 那到時你申報了 我三個月之前我是擁有這層樓的 即是可能一月一號要申報 那你申報你之前一年或者之前那半年 你有什麼物業握手 然後你說我賣了 那他就要幫你測試你的物業值多少錢 然後就看看究竟你合不合付資格 我覺得這個政府要考慮清楚 還有我怎樣拿到上面的資料呢 那可能是難聽一點說 我買了一屋樓 我可能是落我親戚的名字 那這些又怎樣呢 到時會不會有這些什麼叫法律呢 當然難一點的 因為上面對於樓價的管控是比較嚴重的 你落親戚的名字OK 那你親戚就買不到第二棟樓了 對不對 因為上面以前是說一間屋的 每個人只可以買一間屋 你貸款只可以貸一間屋 你買第二間屋的時候 你是貴很多的 貸款又太不足 不給貸 所以這個就比較少一點的 通常都是用回自己的名字 但是怎樣可以做到呢 亦都怎樣可以令到那些人說 只是說我們避免公屋濫用 我們不是說要拿樓 就是不要主要的集中點 在樓上面有沒有樓 你集中點就是說 現在公屋很短缺 而有很多人是有地方居住 所以其他人的反應就會小 是啊 如果他真的有樓的話 那他為什麼要押著呢 尤其是有很多所謂西人 他就說 你上面有樓你滾回去大灣區 其實香港就是大灣區 所以這個是要搞清搞錯 要一早 不是好像現在垃圾經費那樣 你出來才開始慢慢宣傳 你是要慢慢現在就已經做好了 洗腦並不是一天半天做宣傳就洗到的 你是要不停地說 我們公屋資源是很短缺 有些人甚至是 真的拿來做貨倉 有些人甚至是 移了文 他不報 不報回來 那間屋是給別人住的 又或者甚至是丟空的 偶爾才找親戚來開一下熱水爐 開一下用一下電 所以這些是要考量的 如果那個人本身在內地做事 我覺得他又在內地住 又在內地做事 但是他去香港是要有一個落腳點的 我覺得他可以類似是補貼 或者叫他出去租一個迷你倉補貼他 反而是會有些好處 可能是將來他日在內地建公屋 可能這一批人是有優先選擇權 因為其實我相信現在很多人都會回到內地做事 但是在內地做事他不會回來的 但是我的東西又需要擺 兩邊壓住是不是會OK呢 所以我會覺得 可能政府要給某些的引誘他 引誘他 讓他放棄這間公屋 那裏面的東西就是貴重的東西 即是如果你長期在上面做事 你就是貴重的東西更新 又或者叫銀行多開幾個保險箱 給他裝貴重的東西 到時你就是偶爾回來香港住 或者你可以在珠海、深圳、酒店睡 然後天天過來香港搞事都可以 我覺得這個長遠的話 香港是要這樣想 希望香港政府的房署 這次做得很好看看 今天講到這裏 下次再談 拜拜